近日由陈坤发起的公益活动《行走的力量》 协同大学生志愿者赴往西藏 希望通过行走的方式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开辟心灵的道路 首先的第一站便选择了拉萨的茅童学校 投扎个性小辫子一身鲜红色外衣现身的陈坤来到孩子们的面前 孩子们虽然看不见 但是依然用歌声表达了对远道而来的客人的欢喜和热情 孩子们的歌声感动了当场所有的人 陈坤也不仅背着温情感人的场面流下了男儿泪 虽然看不到孩子们的眼神 但是通过歌声我们一样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对话方式 依然能感觉到他们对生活充满希望 你是不是我的眼神 带我拎了自己的变化 你是我的眼神 我看见 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你是不是我的眼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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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表达对孩子们的喜爱 陈坤也亮出了绝活 亲自下厨为孩子们炒菜 看惯了那个平时在荧幕上帅气十足的小生 这要操起家务来 还真是让人有些期待 我先去中间切 行 好 这个呢就不要切太小 一个大块 好嘞 我就用这个方法 就关于我需要几个胡椒 一个是洗 一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这样吗 这个 对 这个 这样 这个 我还太计时了 谢谢 其他的 我 谢谢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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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